觀眾朋友晚安 我是道小鈞 歡迎鎖定今天六月二十三號 在星期三晚上七點五十五分 為你播出新台灣加油 陳時中今天視察的雙北的果菜的批發市場 建議趕快直接PCR了 他有一番他的一個說法 我們今天要告訴你陳時中 今天最新動態跟建議之外 其實昨天我們獨家連線 前臺北的稅產公司總經理姚亮毅 他曾經告訴我們 其實早在一個多月之前 就聽到北農有確診個案 但是匡列的方式裡頭 匡列的方式竟然匡列出一些榮源 也就是說當你匡列之後進行隔離 不只是不精準 而且竟然還呈現另外一批的名單 可事實上在整個疫情 在燒的過程裡頭 大家會想北農你難道沒有分艙分流嗎 好像真的沒有分艙分流 可是現在也沒有實施所謂的實聯制 根據我們昨天獨家連線的結果 他告訴我們 事實上公貴對於進出這個地方 雖然每天有兩萬兩千人 是有精準掌握名單的 換句話說 如果你這個時候發現有確診個案 已經造成一個傳播鏈 在全國各地可能擴散的同時 要趕快照冊掌握名單並不難的 我為什麼特別提到前 北部的續產公司的總經理 包括王必勝執行長他們視察有臺北的第一萬華果菜市場 在第二濱江市場 包括新北的沙甸堡 這三個菇菜市場 你看菇菜市場 因為都是 我在說農產品 供應可以穩定 包括批發市場的交易可以比較安全 不然很多人都不敢去 陳時中當然做了一些指示 做了一些指示 這裡頭包括了有針對市場的員工 包括成交人 包括像市場的作業人員等等 因為都要確保他們能夠安全 所以今天已經說 你必須篩檢陰性的陣營 才可以去進場 當然未來還是要優先去施打疫苗 可是從現場應當中 我們把他放出來 觀眾朋友 你看到這個畫面 不管從萬華 從濱江到三陵堡 人身鼎廢 人身鼎廢 就是說人也是很多 交易市場裡頭 我們看到有攤商有菜飯 不過今天氛圍不太一樣 攤商菜飯 比批貨買菜的人來得多 意思就是說今天生理受到影響 為什麼受到影響 大家就是不敢去 這些菜飯 這些攤商 怎麼辦呢 怎麼辦呢 每天進進出出這個地方 又有很多貨車司機 這些人怎麼辦呢 那是說大家都不敢去 負責啊 他們的生計怎麼辦呢 如果按照昨天 這個姚總經理所講的 事實上當時的建議 北農的疫情應該是可以控制的 但是有人故意讓疫情要持續嗎 所以今天我們要瞭解的是 如果公務人員應有作為不作為導致疫情擴散的話 請問一下有沒有法可以去辦 有沒有法可以去辦 我們一一為您瞭解 當然最新的情勢裡頭呢 有人說這是個衛爆彈 新農國好幾包同時都在引爆 一個在北農 一個就是在市嶺的長照中心 市嶺重照中心當中跟基隆的長照中心 好像又有一點點互相疊在一起 然後呢我們看到在臺北之外 臺北還有另外一個衛爆彈 叫衛爆彈好像不精準 因為已經引爆了 這是哪裡呢 這是北疫中心 這是身為臺北市議員許淑華 他關心到北農之外 包括這個北疫中心呢 來自於內部的官員已經證實說 北疫中心在五月中旬到五月頂呢 你看喔 關鍵今天是六月就是三月 他說在五月中旬到五月頂呢 就是說差不多一個月進行呢 裡頭就有四十個確診個案 包括了臺北市政府的員工 包括了新工處的人員 那如果是這樣子我們要問的 那這些確診的人你怎麼處理 確診的家人怎麼處理 這個會不會比長照中心更令人擔心呢 好 為你解析這個最新狀況 當然在新北市方面 透過畫面當中你看到這新北市 因為在今天的市政會議當中 侯友宜特別感謝的是亞東團隊 這是亞東團隊在他們整個篩檢的動線 真的是令人感到十分的感動 令人刮目相看 當這一些臺北市跟新北的一個疫情 同樣都引發關注的同時呢 那有人特別提到 就是柯文哲說 臺北市的這個總共這個街友呢 應該有七百多人要全面要先打疫苗 我不知道怎麼看呢 全面要打疫苗 那臺北市民也很多人在等待疫苗 街友呢要可以率先來打 今天陳時中也說話了 不過現在網路上最夯的是說 我怎麼樣可以到臺北市來當街友 這是今天在網路當中最夯的一個話題 當然立陶宛的一個外長呢 用正體的中文在發出這個推特 謝謝臺灣曾經在去年贈送了十萬的口罩 那麼包括經濟部長都說 他們當然毫不猶豫會幫助真朋友 美國日本之外 事實上有國外非常多的國家 那麼捐助臺灣的疫苗的部分似乎 陸陸續續到位了 來怎麼看的最新情勢 來邀請這幾位來賓 首先另外介紹中山附屬院主治醫師 林靜穎 林醫師 小菁姐好 大家晚安 好 包括了在現場當中會邀請到 民進黨的臺北市議員 許淑華來到我們現場 來 許議員晚安 你好 小菁姐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 好 北農包括了北疫中心最新的疫情 在現場當中還為您邀請到 有兩岸政策協會員張宇索老師 小菁姐好 大家晚安 來 民進黨籍立法院蘇巧惠 小菁姐好 大家晚安 歡迎時事評論家李政浩 大家好 來 國民黨的桃園市議員 黃靜平 桃園市議員 大家平安 所有媒體人姚慧珍也加入我們討論 稍後也要連線到高雄 因為高雄今天出現了 有總共有九個對不對 有九個確診案例 據說跟陳希麥所擔心的雙北的疫調 不確實也有很大的關係 稍後獨家進行連線 來看一下今天一大早四五點最新畫面 天都還沒亮 陳時中就到第一果菜市場 淋裡外外視察 指揮中心醫療應變組副組長王畢勝 還有農委會主委陳基仲也邊走邊看 研討怎麼兼顧蔬菜供應 還有防疫工作 副長好 副長 辛苦了 加油 大家加油 攤商派手打氣讓陳時中疲憊神情 擠出一絲笑容 不過看完台北的市場 他還要趕場去新北 早上很累 還好 23號凌晨4點 陳時中就去了中山區第二果菜市場 5點趕往萬華第一果菜市場 然後再到新北三重跟板橋果菜市場 不過就這麼巧 陳時中4點多離開第二果菜市場 一個半小時左右 柯文哲6點多也馬上前往視察 難道是要跟陳時中平場嗎 要做分析 我們會把它拉到 北農染疫問題 柯文哲打算全部打疫苗 陳時中則建議設置篩檢站 直接PCR加速效率 但柯文哲似乎不怎麼認同 IG有感而發 無論外界如何看衰我們 我們都不會自亂陣腳 一定打贏這場戰役 因為農委會下令6月24號 就要取得快篩陰性的證明 才能夠進場 如果只做PCR的話 恐怕沒有辦法順利在明天凌晨 就讓相關的從業人員取得證明 北農的疫情 可能獲取全國的狀況底下 柯文哲還在選擇跟中央進行對抗 進行較勁 還在跟陳時中拼聲量 我真的覺得非常的可恥跟不遲 中央視察臺北疫情嚴重的北農 課問著不陪同 反而自己去 也不甩中央建議 到底是舊疫情還是拼聲量 讓議員抱怨連連 好來我請教這個許議員 以你所瞭解北農最新狀況 我們看到各個縣市的匡列時間 事實上都非常快 那為什麼 大家都剩下蛋 那問題是臺北市政府 現在做法到位了嗎 精準了嗎 因為幾個部分匡列隔離 包括了分流 包括疫調 說真的這是非常非常關鍵 那你所瞭解 掌握最新資料 是 我是發現其實現在目前 臺北市政府有點荒腔走板 因為原則上是這樣子 剛開始其實是北農的攤商 來跟我澄清 那我就覺得應該不至於 至少因為已經疫情 那麼多長的時間 應該都應該很 很瞭解整個狀況 可是他們說沒有 你們不要讓我 你看這個就是攤商來跟我澄清 還有承銷商也跟我澄清 這攤商的澄清 然後寫了淋淋灑灑 寫了好幾頁 就說我不要賣掉我的命 我不要拿我的命來開玩笑 我應該是不要為了只賺錢 但是一定要把命顧好 所以他們才用這種控訴的方式來 我才發現這個事情是嚴重 後來我去調資料 事實上其實臺北市政府 也不太給我太多的資料 後來我一再的追問以後才發現說 原來其實北農的確診案例 從剛開始的五例 後來慢慢爆發成已經是十九例 那接下來沒想到我才一講 一講完沒多久 馬上承銷商還有相關的一些派遣空 也全部都確診了 所以一下子暴增變成四十五例 那包括到昨天快篩完了 現在還有已經增加了變五十五例了 所以其實這個還是一個衛包單 因為我們不知道還有多少確診案例 結果沒有被框出來的 現在目前的狀況是這樣 那我要跟大家講的就是說 北農最大的問題是說 剛開始在第一個時間 五月二十號發生第一例的時候 他們其實匡列的對象 沒有大幅匡列 所以他們只是少數的一個匡列 然後只有那時候只有匡列二十五位而已 你確診五例的時候匡列二十五位 到了確診到十九例的時候 他也才多增加七個匡列對象 也就是才多增加匡列三十二位 所以其實我一直覺得 這怎麼會這樣的匡列 照理你說我應該要大幅 大幅度的匡列 然後讓這個事情至少有些人 可能要居家隔離 先居家隔離 確定他兩個禮拜沒有問題的時候 你再回來這個北農 再到我們第一果菜市場 這樣子才不會引起很多所謂的群聚感染 結果怎麼會匡列那麼少 我才去調資料才發現說知識體大 那時候媒體報導 在不斷的報導 是報導這個包裝人員 他們在包菜的這些人 因為在四樓是一個很群聚的感染源 然後包菜人員在包菜的時候 大概有五個確診 然後大家就很緊張就在討論這件事情 然後結果就馬上派遣工就確診了 七個派遣工 那也是幫忙協助包菜 結果過沒多久 那時候看到這個事情之後 我就馬上跟北農 而且我當時也在臉書上呼籲 就是說其實你看確診案例裡面 十八個裡面 就有七個是拍賣員 這是七個拍賣員是 他們常常接觸的是什麼人 因為他直接就站在前面跟成銷商喊價 喊那個拍賣價格 所以那口水噴來噴去其實就蠻嚴重的 結果沒想到他們成銷商一個都沒有狂烈 導致說我那時候才趕快呼籲他們趕快去處理成銷商的部分 就果不其然到了這個六月二十號的時候 成銷商有十八位確診 那十八位確診這又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就是說我不知道他們疫調現在怎麼做 因為十八個成銷商裡面 如果有些成銷商他是中下盤商的話 或是中盤商他直接還有 我還有可以辦法去找一些軌跡的足跡 但是有些成銷商就像我泳村市場 他的攤商他到這個華南市場來批貨 批完貨以後他就在泳村市場賣了 他就直接是接觸的是消費者 那你看從五月二十號到六月二十號 一個月的時間你要照成銷商去回想 他接觸了多少消費者 怎麼去回想 所以為什麼說這件事情會知識體大 為什麼我不斷的一直追這些資料的原因在這裡 但是我覺得很遺憾就是說 台北市政府在這一塊的處理上 我覺得尤其是柯市長的部分 我覺得真的很不用心 我覺得他其實他沒有辦法 其實這樣算無能類死三軍就這樣 我現在每天看到衛生局相關的承辦人員 每天疲於奔命 醫護人員為了重症病患一直進行出出 我想林醫師非常清楚 那我們都看到基層人員辛勞 但是就是柯市長不知道 那這是很離譜的 那接下來我真的還是要跟大家報告 然後我這件事情在處理的同時 華南市場的攤商也來跟我求救 那他們求救的內容寫了就是說 他們真的也知道明明有攤商確診 結果一試確診 但是還在賣菜 然後說他後來打電話打119給這個 台北市政府 就台北市政府也沒有立即的回應他 還跟他講說好 那我們已經列案處理了 這是什麼時候的事 這個是前天的事情 前天 對當我處理北農到一個告路 到一個段落的時候 前天的時候 華南市場攤商又來跟我 可是已經引爆了 已經引爆了 對 所以很顯然還沒有做危機處理 還沒有就是說 所以我才想說奇怪 華南市場之前五月二十五號 有一個確診案例 聽說他們已經都去做快篩 我想立即做快篩 所以也在五月中下旬的時候 對 華南市場也爆了 對 你又發現這個天輪國這幾個包 通通除了那個長照中心說 六月八號報給衛生局之外 這幾個從北農 華南 然後包括那個北溢中心 也通通都在五月中旬就報了 對 那現在是六月二十幾號 等於是一個多月之前 好 所以這兩天還沒有做危機處理 他跟你檢舉什麼 對 他檢舉就是說 他跟市政府投訴無門 所以他只好來跟我求救 那我就趕快幫他調資料 趕快看 我想這不太可能 後來當下 昨天在議場的時候 我馬上就跟議長講說 是不是要趕快請他們去北農 瞭解一下狀況 後來我去調資料 到昨天深夜的時候 我才把資料全部都抖起了 那他們其實還在跟我 argue一件事情 我等一下跟大家報告 我把資料都抖起了 他們從五月二十五號開始 出現三個確診案例的時候 他們就開始陸陸續續 五月二五到三十一 後來六月八號 九號 十號 連續十一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八 二十 二十一 到前天二十一 都還有一個人確診 結果這樣陸陸續續都有 都有確診案例 所以累積現在變二十二例 那我就跟他講說有二十二 他們就是跟我說 沒有只有二十 那我說為什麼只有二十 他們說六月二十號 還有這邊兩個 這個是新北市的 戶籍在新北市 所以不算我們的 我聽了就整個超火的 請問這個事情發生地 是不是在國財 在那個環南市場 是在家禽市場發生的 是不是 他說是 那我說是 那他就是屬於家禽市場 這邊爆發的案子嘛 你為什麼跟我講說只有二十例 不是二十二例 所以我覺得現在目前市政府的一個大的問題 在於說匡列疫調 再加上全責的問題 他們在戶 就一直在踢皮球 他只要認為說戶籍不在這裡 就不算我臺北市 可是我們也知道 北北基是一個大的生活圈 那這樣子應該是要 一起來做疫調 一起來做匡列 好 然後接下來呢 他們跟我說 他們有處理 所以還好環南市場 現在目前還比較不太 可能像北農那麼誇張 至少有做到一個問題 就是說他們五月二十五號發生以後 他們六月九號還有十一號 跟十八號分別造冊了 一千零五十四個人 要進行快篩 結果呢 篩出來 結果只有七百九十個人去快篩 還有兩百六十四個人 沒有去篩 今天會造冊出來表示 這個是衛生局認為 這個是高風險的 常跟這些確診的人 接觸的人 必須要趕快快篩 結果沒有沒有快篩到位 快篩到一半 還有三趴的人 三成人沒有快篩 所以這兩百六十四位 都還在環南市場裡面串 那這樣難怪環南市場 會每天都一直報 這麼多的確診案例出來 所以我才會要求說 是不是現在立即 就應該針對 把這兩百六十四位 全部抓來 全部快篩一遍 然後呢 如果有狀況 我們就全部隔離 甚至這麼緊急的話 應該直接做PCR了 沒錯 沒錯 所以這個部分 現在環南市場 要這樣的處理 但還有一個問題 就是說還好那天來賣菜 那兩個夫妻 因為那個跟我投訴是說 他那兩個夫妻在賣菜 就那夫妻的女兒確診 那女兒確診 然後結果他爸媽沒有被狂烈 我說那可能是沒有住在一起 結果是沒有住在一起 但是我要跟大家報告 他們住在同一棟 上下樓 那居然衛生局沒有狂烈他爸媽 結果他爸媽以為他沒事 就跑到菜市場去賣菜 結果上個禮拜六 禮拜五 禮拜六 禮拜天然後連續賣 賣菜 所以那個民眾就很擔心 碳商才很擔心才跟我講 這件事 後來我們去了解是 後來是自治會自己先處理 自治會就是說要求他們 趕快去快篩 然後呢現場趕快消毒 連續三天有消毒 是 那等到他拿到的是 確定是陰性的部分 才讓他回來 但是我在這邊 還是要跟民眾呼籲就是說 他確定即便他 因為他常常他接觸他女兒 即便他快篩是陰性 他也必須要自我隔離 一個禮拜 他再出來賣菜 這是最安全的 可是他現在還是去賣菜 所以我就覺得所有的疫調 跟所有的程序 現在是一團亂 是 所以我才會認為說 這些因為這個是人命關天的事情 我不能看攤商這麼辛苦 然後又是要賺這點錢 微薄的錢 還要賣人命去賺錢 沒錯 這是讓大家覺得真的很氣憤 所以我才會盡量把這些資料調出來 那我也在這邊呼籲 其實我認為說柯市長在這一塊 在疫調跟這個處理 這個整個事件來說 我覺得他是非常不及格的 是 因為我覺得如果這樣算 無能真的把這些所有的官員 全部都 大家都忙翻了 一下子這邊要救火 一下子那邊要 要去滅火 所以他們現在也疲於奔命 也沒有一個很擠難 有序的一個處理原則跟辦法 所以我想這個部分還是希望說中央可以好好來做一個協助 你看我除了播放這個畫面是在凌晨的大概四五點的時候 陳時中到三個國菜市場 包括陳時這個柯文哲視察的畫面之外 其實昨天那個畫面令我感到非常非常難過 就是在萬大國小的快篩站 那一些承包商他可能其實是攤商 就在進出不管是果菜市場跟濱江市場 他們都在那就是在那做事 可是你一個上午裡頭你發號碼牌 你只發三百個 人家工作砍來幫你擺堆 你跟我說沒有還限制三百人 你叫這些人怎麼辦呢 你又告訴人家我要拿到陰性 我才能去做工作 你先看這些人背後他們要怎麼樣去面對他生活上的壓力 你總要給個具體的方法 來讓我想到 那我請教的是蘇小慧 我馬上要播放 面對這個情勢呢 出來一大早去雙北三個國菜市場 進行視察陳時中之外 今天在CDC兩點鐘的記者會 大約是一個小時又十分 百分之八十的篇幅通通都在看北農 百分之八十都在問 那沒有辦法三級去降級是因為北農嗎 等一下你聽聽看陳時中是怎麼回答的 可是呢來蘇小慧我想請教 公務員應有作為不作為導致疫情擴散的話 有沒有法可以辦 來蘇小慧 小慧姐其實已經把這個公務員的責任講得非常的清楚 其實公務員這個實名指名高奉路坐在自己的位置上 當然應該要把你的責任盡好 如果沒有盡責的話 自然是有法律要來追溯 所以今天我們看到這個 這個整個事件北農 之所以要花這麼大的篇幅 而且大家要來討論 甚至全國的三級能不能降 都必須要跟北農這個事件有沒有繼續擴大有關係 這就我們必須要了解 其實這個果菜批發市場 它絕對不是只有一個台北市或者新北市 這樣子的兩個城市的事情而已 大家要了解我們的中部南部這麼多的農產品 這些農人這麼辛苦的把他們所種植的這些蔬果等等 要拿到哪裡去賣當然是都會區 所以是南部中部的鄉親們把他們辛苦的作物再到了批發市場之後 透過了這個平台讓這一些蔬果能夠到都會區 也就是雙北全台灣最多銷量的城市 所有的消費者能夠桌上有青菜有水果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集散地批發市場 其實影響的不是只有台北新北兩個城市 是全台灣的經濟命脈 也就是說即便我們三級 甚至你要說到四級好了 到你到所謂封城等等這樣的狀況 到沒有到內部之前 其實高速公路再怎麼管制 端午再怎麼管制 這一些蔬果的流量 人流車流 它都還是會進行 所以如果北農這些果菜市場 它沒有clean 它沒有乾淨的話 只要任何一個人在裡面有風險 那它就有可能把這個病毒 再帶到其他城市去 所以你說如果北農沒有控制住 台北沒有控制住 新北沒有控制住 那全國要怎麼一起降級呢 這是很危險的事情 所有的人都有可能來到台北 新北之後 然後即使是一個小小的果菜批發市場 只要是它是嚴重的 那麼我在這個交易買賣 我回到家裡 我就會有一個一個的葡萄阿嬤 我會有楊桃阿嬤 我會有什麼高麗菜阿嬤 都有可能 所以這是非常非常危險的事情 為什麼我們今天全國 要來關注北農這個部分 這是要讓大家先理解 這不是只是一個單一的市場 這是全國的農作物的經銷命脈 而且是四通八達 貫連全島的一個地方 所以其實中央在5月的時候 開始收到所謂有0號的時候 好像聽到一個囉 那我們馬上就發出警訊 甚至是在5月底的時候 就已經跟這些果菜批發市場 在討論說你們這些市場 其實是高度群聚的地方 你要做好這個分流 你要做好疫情的控管 甚至是當情況出現更危急的時候 在6月5號的時候 就也要求他們要設置快篩站 這都有會議紀錄可以查詢的 可是同樣的一個會議開完了之後 新北和台北這兩個城市 首長不一樣 團隊不一樣 執行起來的狀況不一樣 人家台北 這個公文的時間可以告訴我們嗎 這個公文非常清楚 6月5號星期六下午3點 是由十次長衛福部的十次長召開的 這一些的相關的 包括中央包括地方的相關的成員 都在這場會議上面 而且他就是要求 請台北市新北市政府衛生局 對是否進行果菜批發市場 設置快篩站 進行熱點快篩評估 請疾管署協助追蹤台北市 新北市政府衛生局的評估意見 然後決定明天下午 還要繼續來這樣做 那在這場會議之後 其實新北市就做了 所以我們的板橋果菜市場 所有的人都快篩過了 這是我們新北有遵守中央 和地方的分工 我們下去做這樣的狀況 可是反過來台北市呢 台北市是最後他沒有說 他請他的這些攤商 你們自己去篩檢 所以篩檢起來只有幾個而已 所以當時他就沒有 把這裡面的病源給找出來 當然更不要說之後的疫調 隔離等等了 所以我想這樣一個 兩個三個到現在突然之間 被爆發大家看得出來 本來我們正在想說 也許這一次已經到一個月了 其實全國的民眾 大家都很辛苦 而且經濟活動停了那麼久 很多店家其實在等 這一次能不能有機會 你微解封也好 大家都在等 可是沒有辦法 我們看得出來 其實現在社區感染的風險仍然存在 而且就是雙北的降級 還沒有到一個程度 那你這時候如果開放了縣市之間的流通 即便它是因為公務 即便它是因為生意 你這樣子的狀況 實在是很容易讓疫情又再度的蔓延 所以這是沒有辦法的事情 可是我們真的是必須像剛剛 孰華議員在說 你把這個消息帶出來 呈現給市政府 已經是一個市議員 告訴市政府了 在這樣的狀況下 市政府做了什麼 我們很清楚的看到 為什麼現在大家好像說 各位議員跨黨派的 在請中央要請王必勝 必勝團隊趕快進去協助 因為我們看得出來 如果在這個時候沒有私心 沒有私心的願意地方縣市合作 中央地方合作 其實苗栗縣這次的晶圓廠 就讓我們看到了 是中央地方合作 大家沒有二星 所以苗栗小縣 那它就馬上 它放下身段嘛 我請中央來 結果必勝團隊去 18天之後 很清楚的 第一件事情 它進去 它就是把風險區分出來 高中低 然後確實的隔離 疫調隔離 接下來篩檢 篩檢完之後 該怎麼做的 就怎麼做嘛 該去治療的 該去隔離的 這些非常清楚 一二三四的步驟 你看人家必勝團隊 很清楚的 這個處理原則 這麼清楚 可是同樣的 今天北農 發生了這樣的事情之後 那這兩天 台北市政府 給我們的訊息是什麼 坦白講 看不出來 它即便在面對媒體的時候 它的原則 也看不出來 我們感受到的是 它是一個甩鍋 它說你這個源頭 可能不一定是我們 你可能都是新北 是基隆來的 所以 都是外縣市人來的 所以又昌也跳出來 又昌市長說 你怎麼可以甩鍋到基隆 我們新北市的副市長 劉副市長也說 你這樣子很不厚道 我們新北人聽了 很傷害我們的感情 怎麼會自己沒有做好 怪我們說是 我們新北人 去你那裡做生意 怪新北 這是什麼態度 所以第一個是甩鍋 第二個它轉移焦點 開始說這個可能是 其他種種的因素 最後甚至是它創造新名詞 人家我們這麼一年下來 在面對布桃也好 面對晶圓電廠也好 面對各式各樣的 它有一套處理的SOP 這就是大家喜歡 剛剛說的必勝團隊 這樣的清楚原則 但是柯市長 可能是比較驕傲一點 他不喜歡走別人走過的路 不喜歡用別人用過的方法 好像這樣沒面子 他就要說一些什麼 同心圓理論等等 其實不拖這個 那我們也不用面子之爭 我們就是把事情做好就好了 所以我覺得 在這件例子上面 其實我們的態度始終一致 並不是要批評柯市長 而是真的是同島一命 真的是要縣市合作 你該把它匡列好的 你不能甩鍋說 它是你們別的縣市的 我沒有辦法做異調 你們自求多福 我覺得這個態度 是很不對的事情 你知道疫情爆發 這個雙北成為一個熱區之後 大家一直在看的是 那雙北可不可以跟得上 剛剛巧惠有點到一個 其實落後的政策沒有關係 你立刻修正 好的政策你趕快跟上 那你不會的 你至少找一個會的衛生局長 衛生局長不會的話 就follow CDC就好了 昨天呢姚亮毅 前台北續產公司總經理 他特別提到 他說依他的了解 柯文哲從疫情爆發 不管是在傳統市長 你不願意去跟 台北市這麼嚴重 雙北這麼嚴重 身分證的分流 從外縣市開始做 你不願意去跟 我要一個監控系統人流 現在你也不願去跟 都是比較疫情不嚴重的 人家反而是超級部署 該超級部署的 反而沒有超級部署 很奇怪 他說依他的了解 他是為了未來逐大位 在這獨牌眾議當中 證實他的實驗是可以成功的 所以他正在做一項重大的實驗 可以拿人的生命 來做重大的實驗嗎 好姚亮毅是這樣子說的 可是我們要看的是 面對台北市首都這樣一個 非常緊急的一個狀況 陳時中除了今天一大早 去看了雙北的三個果菜市場之外 有什麼樣的指標 可以讓我們讓民眾明確知道 是說我們距離解除第三級警戒 是比較有可能的 但相對理念 我們現在也在根據LWHO 或是相關其他國家的一些標準 讓我們得知道就是說 直接又回到以前三級 那十人以下 三人三個群聚 這個事情是很困難的 但是那個時候 這二次指標是 因為開始疫情起來的時候 是假定有這樣的一個情況的時候 那疫情就已經起來了 所以它持續是往上 那但是現在疫情 如果有控制住 它要往下的時候 就找出一個趨勢 然後可以控制這個情況 然後就加以相當程度的一個 逐步的解封 這是目前我們的一個想法 那在專家的部分 或是我們先是政府部分 大家也都認為在目前這樣的一個 病例數人多 尤其有相關的一些群聚的一個存在 讓我們現在沒有放鬆的本錢 這一次就是延長那個三級警戒 跟北農的群聚案有關係嗎 就是說它是不是也在考量之中 各類的群聚或是確診數 這些都讓我們在防疫上面 都會因應注意 但是跟這個有沒有直接關係 我說沒有 這是整體的一個情況 我們現在看到有多重的一些 相關的群聚 那仍然存在有長照 相關的一些群聚 還有醫院 醫院現在是有 但是控制的很好 但其他這裡 所以我們覺得這些東西 要做得更落實 先把那個結構要做得很好 我指的結構就是說 遇到情況的一個 遇有情況的時候 即時的能夠做安置隔離 然後篩檢疫調 這些連事情都能夠做得很紮實 所以我想說我們這三個禮拜 這兩個多禮拜 最主要是要把這些準備的工作 做得更完整 更確實 才能夠未來的時候 才有可能會比較一個安全的社區 所以沒有直接的關係 那當然都在考慮的範圍之內 好 面對一個疫情正在延收 陳時中部長 今天一個多小時的記者會 一句氣話都沒有對柯文哲說 來 林醫師怎麼看這個形勢 指揮中心他其實尤其指揮官 他最重要的事情是要把事情做好 那對他來講 他不是要自己個人的名聲 是把疫情控制下來 對照我們在很多縣市 前一段時間到現在 整個疫情控制 你會覺得說奇怪 有一些縣市首長 你把疫情弄好不好嗎 當然是你看 你去看所謂媒體聲量 我們中南部有一些 疫情相對穩定的縣市 他就會沒有聲音啊 所以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政治上面你要思考看看說 你其實應該把人民的生命財產放在前面 其實現在我們已經整個 我們三級已經一個半月了耶 這除了像現在你說 剛剛其實我們議員提到了 在北農的這些工作人員 很擔心很害怕 他去上班他怕被感染 在臺北或者是像相關 北疫這邊的人 他擔心被感染 甚至他的家人被感染 或者是我們現在看到新的高雄 那個案子是 其實從新北一路下去的 對 第一個是我們講 人民的生命財產安全 第一個是他生命很害怕 第二個全台灣跟著一起 全部都在三級 三級已經一個半月 我們那麼多的小吃攤 那麼多的小生意 已經一個半月不能做生意了 這個是全台灣 大家一起在耗這件事情 所以把疫情控制下來 絕對是最重要的 那今天早上我看到凌晨四點 指揮官到台北市到北農 正常來說如果你覺得 因為現在全台灣都關注這裡嘛 我不相信只有特定的人 在關注北農的疫情嘛 那在關注北農的疫情的情況之下 請問一下台北市的指揮官去了沒有 台北市的指揮官 有沒有跟中央的指揮官 一起到北農去 一起去跟他說 我覺得我們哪裡需要幫忙 我告訴你 我們哪裡已經做了 今天陪同的是農委會 包括了北農的董事長跟總經理嘛 是就是說 我們看到是台北市的 這個市長跟副市長都沒有到 嗯 那當然如果你說他 如果指揮官只是 陳時中指揮官只是 他如果現在是成平時期 他只是我今天很想看市場 那當然你不用到嘛 嗯 可是今天是全台灣都知道 北農這個地方 他有可能造成群聚 或已經造成群聚一個多月了 大家要去解決北農的問題 結果你的指揮官 你的縣市的指揮官直接不到 那是什麼意義呢 那假設說今天是陳中部長 直接不要告訴你 我給你用突襲的 嗯 沒有哦 根據媒體報導 其實昨天中央指揮官 就有跟他們說 今天早上會去市場 嗯 這是一個正常的程序 因為中央的官員到地方去 我要去市場你的地方 然後看你需要什麼幫忙 他會給這個資訊 但是市府選擇不出席哦 今天早上看到的新聞是這樣 那這種狀況之下 你就會很懷疑說 今天大家是要 今天指揮官講的 大家要團結一起來合作 中央跟地方來合作 沒有什麼誰要接管你 你的台北市的軍權 會在你柯市長手上啦 那你可不可以配合一下 把這個疫情控制起來嗎 我今天看到柯市長講一個事情 他說你們不要亂講 北農沒有群聚 北農54個感染而已 這個不叫群聚 他也說沒有那麼嚴重 他說沒有那麼嚴重 然後你不要說群聚 這些都是其他縣市來的 柯市長你也學過流行病學啊 這些感染的人有沒有足跡重疊 這些感染的人有沒有時間序的關係 這些感染確診者有沒有出現在 共同的環境暴露 你發現你的確診者有這種情況的時候 你就應該發現這裡叫群聚 那為什麼群聚的事情要處理 因為表示這裡頭可能還有感染源 你還沒有撈出來 表示這裡面可能還有人是在這個狀況之下 已經感染而還沒有被撈出來 那面對武漢肺炎 這個這麼刁鑽的病毒 你沒有發現這些感染者都有足跡重疊 環境暴露重疊 時間序類似的這個事情 你這樣子你跟我說 我覺得他沒有群聚 只能解釋說可見你完全沒疫調 你看到只有數字 你這些人到底在哪裡被感染的 感染的特性是什麼 你根本不看 你才會講出你認為沒有群聚 這是第一個事情 第二個事情 其實我們就要回想 記不記得在端午節 6月14端午節前一個多禮拜 6月初 當時雙北疫情還非常嚴重的時候 我們那時候是不是有跟大家講一個事情 不要去市場 因為市場跟賣場是多數確診者最大量的暴露 事情來了 後來其他縣市做了什麼事 其他縣市做了他的市場控管 那北農佔了雙北這邊 這麼重要的一個農產集散地 當你發現市場有群聚的時候 難道市場的群聚全部都是婆婆媽媽感染 沒有攤商感染嗎 這個是一個邏輯的思考 你絕對不可能說 只有去買菜的人會互相傳染來傳染去 然後不會傳染給賣菜的人 不會去買菜的人互相傳染 然後賣菜或賣魚肉的人不會被傳染 好那問題來了 當時雙北的市場做了什麼事 雙北的市場晚了一個禮拜 才願意跟其他縣市一樣做所謂的市場流動 對不對 市場人流的控制 再來 當我們提到說你的市場是一個很多感染者的情況之下 其實跟我們剛剛議員看到的時間差不多了嘛 五月底的時候北農開始有感染個案 一直到六月 那不就符合了我們之前所說 當時在雙北最大量的感染個案都發生在市場 那麼從那個時候到現在 請問一下柯文哲市長到市場去過沒有 到北農去過沒有 那北農這些消息他到底是沒掌握 還是不想碰 是不是從小認真念書覺得市場跟你是一個沒有關係的地方 可是不是 你是市場 我們其實大家在講說 今天陳時中指揮官給了一個非常重要的資訊 其實從昨天就講了 他說請你們做PCR 第一個我們從大概這一段 已經好長一段時間都講 快篩你會有偽陽性跟偽陰性的問題 所以除非你可以全部隔離 全部隔離完你快篩陰性沒關係 反正你隔離著 三天後我再篩你一次 這沒有關係 可是PCR的準確度會比較更強一點 PCR才能告訴你有沒有確診 那為什麼過去去年我們 不是每個個案都所謂的大量個案的PCR 因為那個時候我們的量沒有拉上來 最近一個例子就是苗栗的例子 苗栗後來結合了北農 他們如果一開始你造了名測 如果你一開始造了名測 準備說我今天比方我今天有三千個人要篩檢 你的名測條碼全部都印好了 你這樣檢查才不用那邊寫手寫檢查單 你知道嗎 我們以前實習的時候 最常寫就是這個病人的名字 病例號碼 然後一張一張貼在這個檢查的管子上 所以如果你可以照冊照好 讓你的檢驗單位拿到名測 事先列印好所有的檢查單 每一張上面都有QR Code 或者是我們講的那個 那個像我們超商的那種那種條碼 每一個照順序來這個是誰 對的條碼名字沒有錯 條碼一掃 所有的數據就進去了 檢體放完了之後 出來時間非常快 再來今天指揮官也講了 我們因為現在最快的速度 我們過去做PCR可能要四小時 所以會認為說先做快篩 可是現在你快篩15分鐘報告 今天指揮中心再提供雙北 新的PCR工具 只要20分鐘報告出來 你20分鐘報告會準的東西 你為什麼要做15分鐘快篩呢 但是我不知道到目前為止 到我們現在錄影時間為止 我們還沒有看到柯市長願意說 好我的北農這些個案 以他昨天所說4000個員工 這4000個我來做PCR 我們現在還沒有看到這個資訊 因為到今天錄影之前 我看到的狀況就是 陳時中指揮官說 請你們做PCR 昨天王必勝執行長也說 請你們做PCR 可是柯市長說 我們做快篩 好最後一個事情 大家都在講 苗栗這個18天 可以讓他收尾的案子 這個我們就說 這已經不叫做open book考試了啦 老師直接把標準答案 或100分的東西拿給你啦 叫你照抄好不好 結果呢 柯市長說我比較厲害 我就是堅持不要抄 這個是今天 我的方法比較快 他現在的做法是什麼 昨天小君 剛剛小君姐有講 昨天北農的做法是 我這邊開3000個名額 你們拿號碼牌來篩檢 300個 300個 好後來我們不要誤蔑他 我們講6月21做了多少人 這是柯市長自己臉書的 柯市長這邊說 第一市場塞了284人 第二市場塞了83人 好棒喔 都沒有陽性 很多人跟我說 林醫師你們太誇大台北市了 這邊都沒有陽性嘛 我等一下跟你講 這就是統計學採樣錯誤的問題 好 這邊只做了300個 你4000個你要塞到什麼時候 再來6月22總共市場這邊塞了538人 請問這個速度你北農可以塞多久 你要塞到什麼時候 而且如果這都是快塞 然後他的動作叫做快塞完還要等PCR PCR完陰性我幫你去打疫苗 我不知道後面打疫苗這條為什麼堅持 我認了沒關係 你的篩檢速度呢 那為什麼我要拿這個來比對王必勝指引長這個東西 重點在這裡 它有高風險中風險低風險 篩檢的陽性率差別在哪 高風險的陽性率有9.4% 篩10個9個重 中風險篩檢4% 篩100個有4個重 這裡低風險的陽性率0.5% 好這個是造冊 我知道哪些是高風險趕快來篩 誰是中風險來篩 請問一下這個是造冊嗎 這個就是你要篩就來 所以那天沒有咳嗽的 剛好沒有發燒可以去篩檢的就來了 那天人的剛好沒鬆開人在家裡 剛好沒有辦法來篩檢 你這種篩檢就是院者上鉤的篩檢 大家好,我是豐有醫師人家憲 可是你跟COVID-19較正的個案 暫停有密切的接觸 請留點在家裡自我介理 當下有衛生單位的通知 在會有需要馬上去看醫生 否則請不要離開住宿 在家裡的請單獨一人一瓶 拼命跟大組合的人接觸 跟公家用洗身口徑 請掛好隨人跟注意手部的衛生 也使用有透過的漂白水跟酒精 來穿家會常去接觸的東西 小師傅你不是需要點家裡的密切接觸 想要自我健康感觸14天 若出現以下正經 車連路一一九 衛生局也是一九二二 照知是去看醫生也是台劍 絕對不可以坐台中文書港区 也要主動說明你可能的接觸數 只會中心、關心你 北農事件不斷的擴大 什麼程度中央才會考慮接管 像是之前苗栗電子廠跟布桃 是什麼樣的考量 才讓王必勝執行長來進駐 大概我想這個事情就一再三強 因為我們六月五號就跟雙北 就開過一次的會議 那大前天農委會 有跟他們開過一次會議 那昨天我們有開過一次會議 那我們要確保 確實這些事情都是 沒有所謂的接管 苗栗也沒有所謂的接管 都是中央跟地方 那還有相關的營業的場所 幾個三方來合作 才會把事情做好